2号候选人林郑月娥女士 在今次选举中取得超过600张有效票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28条 我现在宣布林郑月娥女士当选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行政长官选举 3月26日上午在香港会展举行 有权投票的1,194个选委之中 有1,186人出席 投票率超过99% 首轮投票结果在当日中午公布 除了四张无猴选票之外 胡国卿只得到21票 得票率不够2% 曾俊华有365票 得票率大概31% 林郑月娥获得777票 得票率超过66% 林郑月娥成功当选新一届香港特首 同时成为回归以来首位香港女特首 作为行政长官 我有责任去寻出事情的精烈 更加宏观去疏离问题 香港我们共同的家 今天存在一些颇严重的撕裂 和积累所一些屈结 我的首要工作 就是去修补撕裂 和解开屈结 全结大家向前 我是诚心祝福林郑月娥女士 当选做特首 希望她在未来五年 就会做到她所说的放下成见 与众通行 我希望我这个71岁的香港人 可以多多少少为社会 为香港人作出积极的示范作用 今次选举输了 但香港是没有输到的 我衷心请求大家 不要为今天的选举结果感到失望和气馁 更加千万不要失去对香港的信心 行政长官崔世安代表澳门政府发出何咸 祝贺林郑月娥当选香港行政长官 同时希望振一步强化港澳合作成效 为一国两制向前发展共同努力